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子怡后 张博之笑着看他 想要和他打一声招呼 但是张子怡却完全无视身旁的张博之 只顾着自己走路 两人面对镜头 张博之十分得体地微笑 但是张子怡还是板着一张脸 给人一种十分高冷的感觉 再一次的 张博之看着身旁的张子怡 想找个合适的时机照个脸 但是张子怡却低着头在整理自己的衣服 这时候张博之一定觉得十分尴尬 毕竟自己被无视了这么久 全程遭到张子怡的黑脸相待 张博之还是十分大方 得以微笑回应 网友都大赞他大度 毕竟是在公众场合 如果两个人都是板着一张脸 明星形象一定会大打折扣 都是女人 为什么就不能笑脸相迎呢 爱笑的女人运气不会差 希望好运 一定会眷顾张博之的 本门纯属原创 未经允许禁止转发抄袭 回舍必究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